哈喽,各位朋友好,我是激励达人郑匡语 会用各种的时事还有自己的生活经验来激励你 那同时呢,我也是一个乐于分享的人 所以今天我想跟各位朋友分享的是 这一款,看起来好像一个口红 口红的重量,然后也非常的精巧 它呢,叫做小报翻译棒 哎呀,各位我跟你说 这真的是我这几年看过最好的翻译棒 所谓的翻译棒呢,就是你拿了这个之后呢 你到国外旅行的时候 那么你可以连接手机之后 只要你有WiFi,只要你有4G 它就可以随时帮你啊 透过云端大数据的运算之后 把最正确的内容传达给你 那么讲了个废话没有用 我们来试一下好不好 你一般呢,出国旅游的时候 假设我们到欧美国家的话 你可能想要吃东西 你可以这么做 按下这个按钮 录完音之后呢,放开 它很快就会把 你要讲的这个语言的英文 帮你念出来 比如说 我的肚子好饿 好想吃东西 请问附近有没有 你推荐的好吃的餐厅 各位,不错吧 准确度蛮高的 那你可能会说 呃,邝宇,你讲的这句太简单了 它能够翻译难一点的吗 现在我们来试一下 最近呢,很多人都非常担心 中美之间的贸易大战 我想,美国的川普总统 他之所以要挑起这样子的一个贸易大战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因为他想要保护美国的利益 好,各位听到现在感觉正确度到达百分之九十八呀 哎呀,我以一个英文还OK的人 跟大家讲 正确度非常高 他只讲错了一个 怎么会把川普讲的she呀 she,我应该是he worries 对不对 但是,瑕不掩瑜 真的,我们沟通的时候 你出国旅游 如果有像这样子一个工具 你不觉得基本上 哎呀,不用学英文了吗 更棒的是 朋友,他除了英文之外 还有中日以及中韩 我同样示范一下 给你听 我们就用手机啊 还有一个APP 你装上之后呢 点进去选一个中日 比如说中日 那我们就讲一下了 我的公司呢 现在在帮日本的东北地区 做观光方面的推广 希望更多台湾人 可以到日本去旅游 去看一下当地复兴的情况 好,那么作为一个会日文的人 我认为他的这个 英文的翻译是最好的 日文的翻译呢 大概啦 差不多啦 大概70分到80分左右 可是各位也不错了哦 因为我刚才讲的东西是有点难的哦 如果稍微简单一点 我现在肚子好饿 这间餐厅什么东西好吃呢 各位,这个就达到95%以上的正确度了哦 所以很不错 除了日文之外 它还有韩文啊 各位,oh my god 是不是 这个韩文的话 我不晓得你这个韩文程度怎么样啊 但是到韩国 你会用的这一支 我告诉你没问题了 随便举个例子 小姐 我觉得你长得好漂亮 我想跟你做朋友 好,这个就是直接翻译啊 那么作为一个会韩语的人 我告诉各位 韩国人呢 是不会这样讲的 虽然你这样讲 都一直对方都听得懂 可是你用这个机器一拿出来的时候 我跟你讲哦 虽然翻译的这个 这个不是那个日常绘画 他们讲的话 可是他听得懂你的意思 搞不好他会心一笑 对吧 但可能你还是要帅一点啊 但女孩子就更简单 女孩子啊 你拿了这个 想要去买东西 比如说 请问 这件衣服多少钱 衣服多少钱 诶,各位 这很简单的日常绘画 他也没有问题 所以这真的是一款 我觉得翻译起来 这个功能啊 准确度都很高的一款产品 你可能就会问我说 黄宇,那请问 这到底多少钱呢 告诉各位 不到一千七百块啊 只要一六九九 哎呀各位你看 这次太便宜了吧 是不是 只要你有自己的手机 然后呢出国之前 已经预先买了WiFi 买了这个4G使用 你就可以随时各地连接起来 然后呢就可以用中英日韩四国员 来做非常好的认识外国朋友啊 Shopping啊 休闲各种活动 你能不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吗 你可能问我说 哎,为什么还要连WiFi 还要连手机 那有没有那种不连手机的 有,各位 另外那个价钱至少都要台币七八千 所以这真的是我找了这么多产品之后 发现了它的性价比最高的 曾经的推荐给大家 希望你有了这一款小报翻译棒之后 出国旅游没问题 平常在家也可以自学中英日韩四国语言 成为一个能够运用不同语言 开心过好每一天的人